中国南方有一门武术流派 弃而不舍 饮水思源 在风云变幻的中国历史长河中 铺起了无数可歌客气的传奇篇章 这就是中国传统武术中 优秀的男权权种 灿力浮泉 陈祖西乃传妙法 北魏向文帝太和引荐 菩提达墨自古印度航海大东土 以为渡江命必于孙山少年寺 历史九年首传禅宗 奠定中华武术禅物合一的修持法文 中华武术一如佛法连画 观音牵手 联系各家拳法 综合整理蔡家 李家佛家三家的拳网 推荐 拳术 器械 医术 医术 供制一奴 创编出新的一套刚柔相继 攻防精卫的权术体系 其被命名为蔡理佛� 诚谈成章开此宗 一八五一年年纪二十七岁的张颜 在佛山创办了洪圣 他地下三不交管归 聚焦官宦 土豪流氓地平 蔡理佛犬所尝到的古德 并成了真勇仁义的中国传统风化精髓 千八年来 武人的暗勇紧紧伴随着历史洪流 穷则强身自卫 达则安邦定国 鸦片战争一行 关清政府日搏西山 帝国列强乘机纷纷入侵 洪剑鱼鹿利欲寇 而在民族威王之际 蔡理佛门人奋起而战 旧王图存 随着清末 反封剑 反侵略斗争的高涨 蔡理佛力量发展迅猛 以洪圣万卫出席的各地武馆 也成了晚清及国民时期不可忽视的积民间多数组织 圣战互国 抗日功 蔡理佛门 蔡理佛门一代又一代的传人 被洪圣环成员回骨干的民军曾光复佛山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 当时驻守上海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奋起抵抗 宏圣万第三代弟子崔章率领四十多名弟子赶赴上海 并教授十九路军官兵大刀术参加战斗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了独沟桥十年 宏圣馆弟子陈毅林应中华博数总会邀请 到上海也持大刀术 并被宣众向全国推网 在抗制战争中 大刀推令日军魂风丧的万丝而逃 宏圣馆二外又被成员 在南海石坑成立抗日游击队 朱江纵队 蔡桥挂叉 川南亚 佛山洪圣馆 是中国最早走向世界的武术组织之一 早在咸丰出年 洪圣馆的创始人扎颜到香港设馆出 其弟子已先后在香港设馆 前围方在南洋一带 亦设馆输 离马晨禅 涉美加 1939年 前围方在美国三分市创立洪圣馆 南洋一带 王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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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 冠文经在新加坡创办红圣馆 1978年 郑才在马来西亚社馆 佛隐雷音温四海 令国人骄傲的是 蔡理佛权传人陈锦辉 在威利瑞拉传道首都 并担任该国国防部 警察总部武术总教官一职 该国数以十万级的官员 军人 警察 平民 均学过蔡理佛权 蔡理佛权齐全之人 遍及世界各地 达百万之多 洪盛环的五次加勒 以荡位的气概和精湛的攻击 独自击败国外武林高手 全归一路 传万家 打 一 一 三 打 一 一 一 打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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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理佛权是极富生命力 极其宝贵的中国非武器文化遗产 2001年 佟圣晚在佛山禅城 举办成立150周年庆典 即世界蔡理佛同门肯亲大会 40多个国家和地区 400多位同门欢聚一堂 自此 每年在佛山的蔡理佛权 世界性交流活动 生生不息 只见凡主 蔡理佛权 也为主化武术宫宝中的一部分 它不仅属于中国 更属于世界